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河北省韩非市永年县的光府古镇 背诵王宗岳的太极拳论 习练太极拳是孩子们的必修课 完全是大人们的生活日常 太极拳是光府的魂脉 沉淀着历史的荣耀和不朽 铭记着杨慕禅 吴宇湘等宗室先贤的工业 杨 武 吴孙四大太极拳流派 都涵养于这方水 太极拳的名字的肇事 太极拳论的显示 太极拳由湘野而阔布天下 追根溯源都离不开河北广府 伴随着一代代广府人打拳的身影 古城墙 草木戎枯 永年蛙 潮起潮平 今天 太极拳是一张通行世界的中华文化名片 汇集全球三亿人的身心健康 文明侠尔的太极拳之乡 广府古镇 也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武术爱好者 寻师问祖 我以前知道五十太极拳都是从这里开始 杨露燦也是从这开始的时候 太极拳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发展 看见了这里人的生活方式 PC等等 就是跟他们这个太极拳训练方法 也有相同的地方 他来自南非 中国名字叫威龙 六岁习武 武术吸引他来到中国 已经八个年头 打太极拳是广府城墙上四季横长的风景 王绍军 广府人 从小练拳 曾经参演过一部太极拳题材的电视剧 在本地小有名气 他们的太极拳吸引了威龙的目光 全身贯注的威龙 也引起了王绍军的注意 看你这个精神气质 应该也是练武术的吧 但你练的是太极吗 你很有眼力 我是练的是心意拳 但是我也喜欢太极拳 全世界有三亿人练太极拳 广府是一个台极之乡 全羊 五五孙 五大六派都在广府 所以我来广府来看看 普通话说这么好 用我们家乡话说应该说是 说来不来 看来你也是从事武术专业的吧 我是在国际武术联合会工作 那太好了 我在咱们永年县体育局工作 你没有来过广府吧 要不我给你当一次向导 好不好 太好了 这样吧 这个点呢也该吃晚饭了 我带你去尝一下我们广府美食 你想知道这个太极拳在广府是怎么扎根的吗 美食里有答案 太棒了 我还可以带你去认识几位练太极拳的朋友 好不好 有好吃的也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谢谢你 那个用我们家乡话应该说 呀可可 走 咱们吃饭去 走 走 天下武术是一家 广府人的热情让微龙感受到宾至如归的亲切 而美食成为开启他广府太极拳之旅的第一把钥匙 他既是一名优秀的权师 又是我们广府非常出名的一位厨师 今天我们就在这尝一下他做的美食 好 走吧请 老板 我们要重启三杯 一舍二舍三三三舍二五 人类鼓 最大的最紧 咱们广府人呢 99%都是烟台敌人生物数 所以说喝酒是特别好爽的 来 敬礼敬礼 欢迎来 谢谢 礼礼 一方水土用天然造化的食材养育着一方人 广府古城坐落在华北三大挖垫之一的永年马 河湘百里鱼虾共生 道隐千骑 艳系鸟鸣 由北国小江南之美誉 九里十三部四门四城楼 广府古城记载于春秋 城池形成于魏晋 战国时期为毛随封地 随莫农民齐军领袖窦建德 在此建都立下国 明清两朝成为直立省广平府治所 据永年广府全志记载 这里农耕较少 行商作古往来期间 文化厚重 四面八方 信息畅达 崇文尚武 高官勇将 待不乏人 这位呢就是我刚才进门的时候跟你说过的老板 刘新华先生 我们广府不是厨三师吗 全师 厨师 教师 他既是我们广府一名优秀的全师 也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厨师 广府的早晨是从太极拳开始的 一大清早 武士太极拳宗师吴宇湘故居 就聚满了炼拳的人们 这是一座古朴静雅的院落 青砖 灰瓦 留花照眼 太极十三世的浮雕 印证着主人的身份 吴宇湘在嘉庆17年 也就是1812年 出生在这个地方 他从小 从生活 学习 都在这个地方 一共是68年 所以在这儿 练拳 研究拳术 写拳论 都是在这儿完成 信奉天道酬勤 苦练出真功的威龙 一早就感到吴宇湘故居 观摩武士太极拳传人的成功 如果人上真正有这个能力 能用他们的武术 他们要真正下很多功夫 而且把整个这个系统连好 天天吃苦 有套路 有基本功 有身体素质 有对抗切磋 了解这个动作怎么用 而且在真正的情况 用的时候有什么变化 我看你们都连着手 我听说过 广府有一个钟老师 很有名 你认识他吗 我非常熟悉 就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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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正山是地道的广府人 自幼酷爱武术 十三岁正是拜武士太极拳 第四代传人姚继组为师 洗练武士太极拳 刀剑杆推手 是武士太极拳第五代传人 大部分就看一个两个动作 能看出来人的水平 钟老师真的是一个高手 协调 到位 就是很好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 他的意 能看出来很清楚 他的意 能看见到那个 剪的 已经到那个位置 所以每一个动作 不断 不断 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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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是一个高手 所谓 同道相惜 威龙对身手不凡的钟老师 肃然起敬 他们一见如故 在武士宗师先贤们注视下 谈古论今 说起关于太极拳的那些事 这个武士太极和其他 太极拳的 有什么大区别 它跟城市太极拳的区别 城市那个一个是 架势地 再一个很有爆发力 这个武士就没有 它所谓的爆发力 就是他说他有缠丝细 但阳势呢 它是比较舒展大 就步子大 手臂的运动幅度特别大 抠天武 它是原自是阳式 所以他自知也比较大 他的身体比较斜 他有斜中欲症 这是这个特别的 单武部是不是 要求身体中正 就基本上是白慧被慧音 可以交怀律 内侧 这个有一个异种 再一个行动 行动就是鸡背 后脑勺 就像就是威力后消胶盖 要再调直线上 这个给行动权特别 特别像 只有这样 这个劲 发劲什么 它就是这个 圈小 劲快 手不动 当然要是劲垂 你看这个就是 跟雨泥穿梭一样 这有多少雨泥穿梭 看有点灯 你看我坐后腿 后腿点上 下腿的时候 下腿都出去了 对了 你看你看我坐 七 就是上 你看这个七的时候 上上去 七 你看 顶着就刮起来 四 你既然练太极拳 练这个行动权 可以给我淹湿一下吗 没问题老师 好 行翼拳 是清道贤年间 河北深州人李洛能 以心翼六合拳为基础 整理创编处的 强调六合 即心与翼和 翼与气和 气与力和 肩与跨和 轴与锡和 手与足和 太极拳与行翼拳 关心一切 走 走 庭院深深草木浮书 武士太极拳先贤大师的塑像肃穆安然 吴宇湘 李毅宇 好为真 他们深邃的目光 仿佛穿越历史的尘埃 注视着 成绩道统的后人 您觉得这个 武士太极 跟杨鲁禅本人 练的方法 他没到北京的时候 开始把发展和推广 他这个太极 您觉得他 老的方法和 武士太极的 是移植吗 他有区别 开始 是杨楼厂 跟吴宇湘都练了 轰拳 在我们这个地方 有个太和堂药药店 东家 就是陈家沟人 就叫陈德虎 陈德虎 陈德虎跟吴宇湘二哥 是同胞进士 一起考官的 所以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在广府开了药店 所以杨楼厂一次 偶然的发现 太和堂里边的 卖药 就那个活剂和买药的 发生了征途 做这个埋药的铺 去打那个 店员去 店员出手 打发了门 这个时候杨楼厂 发现就跟吴宇湘说的 吴宇湘就到了太和堂药店 给当时的那个张伟 问他这是什么拳 他这是陈家沟里长拳 当时不叫太和 十三拳 关于吴宇湘杨陆禅 两位宗师学拳的过程 在李毅于太极拳全谱 之太极拳小续中 有明确记载 太极拳 不知史自何人 其精微巧妙 王宗乐论 详且记忆 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 神而明者 代步庶人 我俊南关杨某艾尔网学研 南关杨某就是 杨氏太极拳的宗师 杨陆禅 吴宇湘家有钱 两个哥哥 大哥是吴宇湘知谢 二哥是在 就当时清朝刑部 四川外郎 相当公安部长 这一集 所以他不想去 家有个老母亲 所以他都向杨陆禅去 去了又就是这些费用 学费 吴宇湘家处 资助的学员 结果他学去以后 一去就六年 回来之后 让杨陆禅教他 就为退守他打不动一些 因为吴宇湘家 同时在这儿继续练 第一次又回去 后来再教授他很打不动 到第三次 别人回来以后 吴宇湘家大手就出去了 之后的故事 李逸宇在小戏中也有详尽记载 母舅吴宇湘 渐而好之 长于比较 尽能得其大概 上午诚吃的吴宇湘 显然不能满足得其大概 几经辗转 他也踏上了去河南学权的道路 一八五二年的时候 吴宇湘去大阁 吴宇湘之前的人出公开 到了吴寨 找到陈兴平 陈兴平这个时候落狱了 吴宇湘通过大阁的关系 把他绑出来 绑出来之后 又问了你找我什么事 吴宇湘学权 和这个好伴住到我家 一共住了一月另几天 一月有余 所以他把全部这些圈里 就他说那个 就奥妙全得到了 虽然历史纷纭多不可考 但在吴宇湘之孙 吴来旭的 先王妇联权府军行略中 也有同样的记载 初 道光前 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姓 有经思术者及欲网学 为时社长经思 往返不变 使礼人扬福先王学焰 四后 先王妇因氏富裕 便到过陈家沟 又访赵宝镇陈清平 清平经世术者 研究粤于奥妙尽德 凡礼后 精益求精 遂神呼其记忆 常持亦干舞之 多人围绕以水泼之 而身无诗迹 走到又到大阁沟阳之县 沟阳之县 沟阳之县 大阁不是县令 又从宴殿 得了一部全谱 就叫王宗越权论 所以他一看这个权论 杰克在赵宝学了这些礼法一结合 这个写得更好 所以说他把这个当作这个太阳的这个 这个经典著作的会议后 专门研究他 他这个时候一不进去就不再靠做官了 叫让他外甥 两个外甥去研究他 这后来就创了虎世太阳 虚灵顶尽 气沉丹田 不偏不倚忽影忽现 左重则所须 右重则又咬 养之则弥高 辅之则弥深 近之则愈长 退之则愈醋 一语不能加 迎宠不能落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英雄所向无敌 盖阶 由此而及也 王宗月太极权论 是目前有据可考 最早的太极权理论著作 他构建了以太极阴阳学修为中心的太极权理论框架 太极权论总论太极权之体用 十三式式名 阐释了为何太极权有名长权和十三式 十三式行宫割绝论修炼之法 打手割将打手应变要指 这四篇文章文艺衔接一气贯通 为太极权规定了完整的法力概念 自此 这项得于陈家沟传于广平府的权种 有了一个意韵深远的名字 太极权 浓厚的太极权氛围深深感染着威龙 消解了文化的隔膜与历史的疏离感 这就是武士太极权创始人武一乡 武一乡俗师 上边的是邓小洪先生写的太极权好 你看那个眼神 他很内敛 很和蔼 不是说一般的说这个练武的都是这个凶暴之子 没有凶暴那个气 没有残忍气 这就是武士太极权说的 内固精神 外事安逸 我们练祖师的拳 我们给祖师行个礼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太极权凝结着中国古典文化的智慧 阴阳相继的文化 就是太极权的文化 体现在中国人的这个方方面面 我们常说一句话 一阴一阳未知道 但是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怎么样才能奇妙出的 这阴阳相继才行 换句话说 你落于一面都不行 要阴阳相继 所以说你看 这个有一个故事 来讲的就是 这个有一个人呢 他想做官 是在清朝末年 想做官呢 他就拖的李鸿章 当时李鸿章呢 是总理大臣 李鸿章说 好吧 过几天呀 慈禧太后来 我领你呢 去拜见老佛爷 这个人呢 他家呀 是广西人 结果慈禧太后第一句话 你是广东人 他一下懵了 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你要说不对 你刚竟然收着 就说不对 这个就不合理 你就应该怎么回答 有可能就说 是 我是广西人 我不知道怎么怎么改变这个回答 哎呀 很对 你的回答就是阴阳相继的 你说 是 老佛爷 顺着老佛爷一下 哎 我是广西人 哎 我自己又满足了 这就是阴阳相继 哎 你懂了阴阳相继了 你在说话 在做事的时候 他就圆满 圆融 你不懂阴阳相继 我们一般人 哎 都是落于一边 是 所以太极拳也是 阴阳相继 是太极拳的核心 太极 一词圆出周易细词 亦有太极 世生两仪 太极是物质性的实体 天地万物 由太极而来 太极拳 基于一学 一阴一阳之味 道的哲力 基古代阴阳五行和道教 等哲学思想于大成 被誉为哲拳 太极拳的文化性 深入浅出 可触可感 从昭氏名称的寓意 可见一斑 这个五一乡啊 是文人 所以武士太极拳啊 它里边有很神的文化内涵 那个 你比如说 它的权论 我们在读的时候 你能学会到一股文学 你看 洞若江河 静若山岳 脉步如猫行 运进如抽丝 你看我猫行 你看 这就是猫行 你要这样 这就死了 是吧 你前面要是一个陷阱呢 你这踏上去了 你就输不回来 猫行呢 你看 这个意思就是一个虚 一个虚 一个虚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进中还有退步 退中引有进肌 我是看着退的 啪 就能进 所以这个就是阴影 这是 腿上的阴影 那我看这个五十太极拳的名字 动作名字 真有意思 跟小红跟行一拳的传统名字 比方说 百合两尺 青龙初雪 黑湖初冬 等等 那 有几个 五十太极的是 有 很 很不一样的感觉 或者意义 从这个名字出来的吗 因为 我们内在的心里怎么想 外在的行 外边的气 就怎么走 你比如说 这个 守灰琵琶 这个很常见 这个事 这个 我们可能很多人 只是练这个守灰琵琶 但是不知道 为什么叫守灰琵琶 因为琵琶 它是个乐器 是吧 你拿 它不是兵器啊 我们在格斗的时候 能拿一个 拿个琵琶去打什么 不可能 但是它为什么叫守灰琵琶呢 实际上这个琵琶呢 它是指这个琵琶 就我们这个尖这儿啊 明白 它有一个这个 有一块骨头 它骨头是 前面是大的 后边有一个小的 那个形状像那个琵琶 所以它叫琵琶琶 那为什么叫守灰琵琶 它是说 当对方那个 胳膊 对方的一拳打来的时候 这个手 是接它 然后这个手呢 是往外 要挥 挥就是 挥动 有进肌的意思 所以这个呢 是往回引 这个是往外发的 那一般呢 你要是不知道这个的话 我们打这个守灰琵琶 很可能就打成 诶 都挽回了 都挽回到别人一拥 你可能就蹦起来 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的时候 这样是引它走 这边是往前进 一个引一个阳 对 也是阴阳 对 所以你看中国文化中 你看孔夫子呢 它呢 它是背一个剑 是吧 它是要跨一个剑 是吧 你看孔夫子的标准下 它是跨一个剑 是吧 它不是说拿一个书本 这是我们的这个圣人 它是带剑的 那那个 我们的五圣关羽呢 它的标准像是 夜读春秋 对 它不是五大刀的 对 它是读书的 对 这就体现了中国文化里边 凡文士必有五倍 五世随同文士经 是吧 你光有文 没有五不行 光有五没有文不行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 阴阳相继 太极拳文化 充分体现了阴阳相继的哲学特质 既古傲博大 又见微支柱 既浩渺无际 又并非羚羊挂脚 无际可循 极抽象 也极具体 极严谨 也极有趣 这一切 都如磁铁一样吸引着威龙 引起了他的共鸣 所以人也连这个中国武术 也不是周围的一个东西 为了机器 他们也喜欢连武术 是因为有文化 如果我师父跟我讲 下一个动作是 俄虎把心 整个的这个动作我知道 跟一个恶虎一样 你要这个精神 把心 把这个胸 这个胸打开 他的打开 他的心在这 那是不是 影响你的精神 影响你的 你练这个动作 就是不一样 而且这个名字 也带很多文化杂志 那我们去掉了这个 我们也去掉了一个很重要的 对这个连武术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曾经的广平府 商古云集一派繁华 四大望族武 范 斗 梨 富甲一方 武士举首 现在广府城内的屯市街西侧 坐落着古城最大一处 清代建筑群 广郡三武府 又称武家大院 武士三兄弟文章得意 尽爽一门 可谓文宗武魁俱成大家 历经沧海桑田 岁月陶喜 武家大院的规模 今非西比 但风华尤在 古剑商人陈少春 参与修复之后 向社会开放 吸引着五湖四海 到太极之乡 广府朝圣的人们 台湖四海 主持人的覆盖 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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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来武家大院 谢谢 东德大院是武蚁厢的老宅子 它这个武家大院 从道光开始建筑 一直到清代 这道院是清代的建筑 我们看上面有个匾额 叫尊年表德 武家他的功绩非常显赫 过去有忠诚孝子得意文章 文韬武略 复古一方之说 这个老宅院衬托着清代官员 一个大户人家的他的豪气 当时方圆百里都是武家的宅地 而且他是功名显赫的 这个院一共除了五个禁室 一门五禁室 内外两汉林 还除了一个有高潮太极理论的 吴宇湘太极尊师 一座武家大院半部广平府制 据武士家谱记载 吴宇湘的十足武文举 名洪武遗仇禁室 南京行部主事 由山西太古迁居永年 曾祖武镇 祖父武大勇 都是一介武生 父亲武列 仅是一名义祥生 也就是献学毕业 其祖与父 聚于子孙贵 受赠奉正大夫 和晋通奉大夫 是文臣正五品 和从二品观觉 吴宇湘的母亲是远近闻名的贤妻良母 吴宇湘四岁的时候没有父亲 赵太夫人谈心如苦 传经如道 就培养出三个进士 两个巡抚 一个太极尊师 赵太夫人平常还把他们割杀给的笑吟 集赞起来 舍不得吃舍不得花 办了个叫五母讲堂 据广平辅志《猎女传》记载 武列之妻赵氏 十九岁出嫁到武家 丈夫武列早逝 他克勤克俭 克子成才 家业忠心 子孙繁茂 九十五岁足 受到朝廷经表 后人为其建有五母慈 这是武浊堂 是吴宇湘大人所居住的宗堂 来 高门坎 请 武浊堂三个大日显客醒悟 武浊堂三至 平常这个祖堂是不开放的 只有来重归的客人以后才开放 我们在武浊堂摆放了一个重器 也是武家大院的镇宅之宝 是大明万里皇帝所使用过的 基斯南木的龙书案 您可以进行看一看 哇 掉了很多龙 还有麒麟 你看 还放着金星了 这基斯南 还放着金星了 在东墙上 我们悬挂的是 咸丰吟子格尽是五成青 道光庚子格尽是五乳青的 尽似极地的材料 那么五成青大人是贤方银子格尽士 1852年 他1800年生人 52岁才当尽士 他的二弟五乳青大人 早于他12年 1840年 道光庚子格尽士 你知道尽士都在电视 在故宫电视考试 不得了啊 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 私人读三分五点 八所九秋 武来旭在先王赴连权 辅军行略中说 吴宇湘 唯以上士辞为 下克子孙 揪心太极权术为事 那是一段兄弟香气的 美好时光 吴宇湘 与两位掌兄 对太极权的寄机和理论 博观约曲 后继薄发 掌兄 武成青 著有 誓言论 打手论 二哥 吴汝青 著有 太极权结论 其传人李毅渝 李启轩 分别著有 太极权小旭 五字诀 太极权普拔 和太极权行宫歌等 他们的著作 为太极权的推广和普及 建立了 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 把太极权 由单纯记忆 推升到 学术记忆相结合的 新高度 而这个成前起后 即太极权理论于大成 并行诸于文字 以传世的人物 就是吴宇湘的外甥 李毅渝 李毅渝的最大的贡献 就把这些权力 就写成了一本 记载下来 留给来后来 这个书实际上完整的出来是在 1881年 也就是说 吴宇湘去世的第二年 李毅渝就把吴宇湘那些新的体会 王尊的权力 加上他自己的体会 他共写了三本 一本自存 就自己保存 第二本是给了他弟弟 李七轩 第三本就给了他徒弟 和好为真 到目前王尊全力 没有找到他的原本 也就是说这三本 给后人研究太权 提供了这个 理论依据 称为这是 太权的经典著作 是这个地方由我们家 又是 到现在已经 埋到有六代人了 现在能看到的是 我曾祖父 李毅渝的这个墓地 这就是我曾祖父 李毅渝先生的墓 他是武之太权的第二代宗师 他这个自小 爱读书 通读子 善识文 武艺乡 他不以 教权 为生 他是 以这个作为一种 自愈的方式 那个时候他 不收土地 他只把这个 权术 传承给了 他们 外事 这个武艺乡 因为他真正爱这个东西 不是必须练这个东西 他就是研究 练 学 李毅渝的手写本 对于太极拳的发展 鞠躬至尾 被太极拳界 尊称为 老三本 某种意义上说 没有他的老三本 后人就无从知道 王宗岳太极拳论 也无处传续 吴宇湘等太极拳大师的 拳迹和思想 在印刷尚不发达的年代 李毅渝就这样 一笔一画 虔诚的书写 焚高济鬼 勿勿穷年 现在老三本仅仅存世的有两本 我们这本呢 这个李毅渝他自藏的这个本 就在我母亲手里边 这个本也是 离境战乱 在解放前 一直到解放后 一直到文革的时候 也是包警沧桑了 我奶奶当时还健在 做饭的时候 烧一部分 下一顿做饭的时候 又悄悄的烧一部分 还怕 为什么是分批烧啊 怕那个烧书的味道 别人闻到了 人家有揭发 他在家里边 他家里边这个藏书太多了 如今老三本的好为真本 也称好合本 已经刊印出版 清典鼠标 在网络上 就可以信手拈来 而李毅渝的自藏本 至今尚未全部公开 本应该不是 就是偶尔打开 因为要包裹 很少打开 原来我把这个都 树封起来了 扔到水里边 这边就是说都没问题了 这就是老三本 离于他这个 自己珍藏的自藏本 自藏本 这个 这个书名和这个好合本啊 只是有一个区别 就是王宗月 好合本啊 王宗月太一全了 我们这个自藏本里边 比好合本上 它是有一部分内容 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那个 《覆盖对吞》啊 像那个好合本上没有 没有 那个《覆盖对吞》 那个四字诀 那是吴玉湘做的 四字诀 这个四字诀 在这个 它自藏本这边 写得非常明确 大家知道这个普通吗 不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 我这个 现在这本书啊 还没有公开 直到现在 这本书没有别人 把这本书全部的阅读过 仅仅在我们家里边 我们自己看过 想在一定的时候 通过别的形式 把这个公之于众 然后大家都 共享这个 也算是资源吧 这是太极拳理论保护中的 一部分 是吧 我希望以后 我也可以 看它所有的内容 行 我们都等您 把这个 到时候了 方便的时候 我在这个公开的时候 我可以送你一本 谢谢老师 威龙未能看到这本 珍贵藏本的全貌 李旭帆 恪守着祖训 李毅瑜在太极拳谱拔中说 此谱得于武阳县炎殿 兼积诸家讲论 并参必见 有者甚属寥寥 兼有一二有者 亦非全本 自意重而真执 切勿轻易于人 非思也 知音者少 可于者 其人更不多也 甚之 甚之 一字不可轻于人 一言不可轻许人 这份郑重于审慎 同样 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 共长天一色 光复古城的黄昏 因为王少君的水上太极 而格外曼妙 清风徐来 水波不星 画坊中 太极拳的话题 如老酒玉老友 淋漓寒长 为什么在广府这个地方 出了太极拳 杨诗 武诗 就是你看这块地方 风景很美 这块地方如果在江南 不奇特 但是在河北 你就很奇特 反常者必贵 就是说这个地方 哪都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这个是 这个古城 水城 太极城 太极拳的 这个吴玉湘 太极拳创权的过程上看 他也不是凭空有的 是吧 他有权架子 是吧 有王宗岳的太极拳论 有给陈清平 这个得的这个心法 然后他当然 他也要有看到这个山川地貌 水面 就对他创权 我想也是有启发的 今天越来越多疲于奋斗的现代人 不堪重负 转向太极拳 寻求抚慰和开解 在一朝一世拳计的席练中 放松身心 现在这个太极拳 很多人脸 第一个问题是谁叫 这个是第一 第二个是人真正下功夫 我们可以说这个一百年之内的 是最热的台极拳的推广的时间 特别是 出来这个二十四式台极拳 给台极拳一个 全世界给一个很大的 那这广告就是一步 你真正想进去 你要自己进去把脸这个东西 文仪载道 春风话雨 查大道之幽微的智慧 始终深藏于历代先贤的著述中 太极文武解云 文者体也 武者用也 文功载武 用于精气神也 为之体育 武功德文 体于心身也 为之武士 阴阳相继 文武共生 体用之间 太极拳潜移默化着 中国人的体魄 和精气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